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高雄红山的立法委员 康地杰 欢迎收看台湾公顶 一月中旬交由报告专国的大学校庭 召开联赛两天的专国大学校庭会议 讨论台湾的高顶交由的问题 马总统在开幕那天 也跟现场发表看法 他说台湾政兵是非准不靠的路 而且台湾不能自己关门客来做风景 针对提升台湾交由的品质的问题 马总统说 若使用多大陆的大陆的厚生来台湾感受开放的环境 相信让最了解以后 未来可以作为两方合并的基础 说起来说 马政府最大的目的 还是要透过开放大陆的厚生 来提升台湾高顶交由的品质 马总统这部真正是掌握台湾 简单来说 台湾交由的问题 主委员有两个 第一是所量 第二是品质 在所量方面 台湾目前的台湾有160间 教育部长无数法说 五年之内 台湾要减少到100间 但是具体的做法是要怎么做呢 教育部现在的方向 是要设立台湾精病的专法 但是 真的是 这等多十块 我以前是这等多五块而已 在这等啊等啊等啊等 我们没有教育部的法案 上来立法年 今年 新的行年度 已经有七十八经大学的科学 停止状牲 所以 事情是越来越严重 政府 好像用空水保际 来改革台湾 是要让台湾自生自买 按六四 所以 要请教育部 冠警状法案 送入立法年 第二 是台湾的品质 台湾还有一个重要的危机 目前还没有人点出来 就是很多科学的普通班 已经没有人要设计 经过恐怖的是 以一百空三年 行年度来看 上头部的国立台湾 有十九的科学普通班 报道率是零 意思就是说 科有条 但是没来附 这些报道率 掛零的普通班 甚至有很出名的学校 和很出名的科学 记得来说 台湾 环境卫生研究所 生台 国际企业研究所 中心大学 生物化学研究所 交通台湾 国际管理工程研究所 中心大学 这些特兴的 特兴的 特兴的科技的 特兴的普通班 都照顾学生 普通班照顾学生 代表台湾渐渐流失 最优秀的人材 21世纪要拼的经济 不是拼体力的经济 是拼头部 拼研究 重新的经济 所以 需要上一流的人材 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透过三学的合作 和特兴的学生 可以去公司实施 比较后 因为有民间公司的经验 也比较好脱头 但是很多行业 更不要用普通 因为可能险生本贵 好够壞 更不要多 拼大实际 来做 面对这个洞口 就是我们政府 要介入的时候 政府应该透过 補助 鼓励民间的企业 来拼掌普通的人材 而且 若是拿普通 補助的企业 成功研究出 全日以后 技术移转 所谈的钱 政府也应该 要拼到 一定比较理顺 这种做法 政府不然是 单纯的補助 而且它是 用 投资的角度 来栽培 普通的人材 如果这样做 普通更有头脑 参业 可以升级 政府还可以補充 国库 真的是 一减三个 忘了减三三 投资普通 政府建议 探靠 今天 我们先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